真的很榮幸能夠有這個機會來到這個地方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品牌的這樣的故事 那當然比起春華 比起中衛 來講智慧其實算是以資地燒錢的公司 我們公司成立到現在不到20年 那我們公司做的東西呢也很不一樣 我們再做一下用體感的科技 那我身邊要分享的是一個有關品牌夢想起飛的故事 那其實我們創辦人在創辦這間公司之前 他就是希望結合科技 然後能夠帶給人們能夠有那種體感的效果 虛擬世界體感的這種效果的這樣的感覺 因為其實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如果小孩的藥或是自己曾經是小孩的時候 大家都有一個我們曾經可能都會有一個夢想 就是說你五顆可以像皮特班 可以像鳥兒一樣在空中飛翔 那自古以來就希望能夠有對抗異性目的這樣一個衝動 那我們也是因為這樣然後開始我們的公司 我們公司是2001年在高雄這邊成立的 那我們公司的英文名字叫ProGen 很多人會問說為什麼我們公司叫ProGen 其實就是Pro加Intelligent 當初我們公司的創辦人他們希望就是說 因為我們是必要寬廣我們的道路可以透過我們的智慧做很寬廣這樣的任務 那公司早期在成立的時候 其實跟體感科技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公司當成立的時候 為了能夠生存下去 我們做了很多的3D數位的這樣的技術 包含像故宮的一些數位點長的一些製作啊 柱子類 那我們也獲得了許多獎 包含我們也協助了故宮當時2002還是2003年 當時參展就是全世界數位點長博物館這樣的比賽的時候 全世界第一名是羅浮宮 那第二名就是故宮 那當時的作品就是由我們智慧幫忙協助製作完成的 那當然各位也有看到就是當時的市長 謝龍底先生看起來還是很明清的時候 那這是我們創辦人 那這時候就是協助高雄市政府在那個城市幫忙打造所謂的E Station 在2002年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透過數位科技的這樣的方式 希望能夠把智慧程式這樣的概念導進 那之後公司就開始再轉型 我們開始做手機軟體 包含了早期幫Motorola幫Nodia 他們做所謂的EPEC 4 在他們底層的板子 就是把這樣EPEC 4的技術把它做進去 那甚至我們也開始發展了所謂的手機的APP 早期當最早期iPhone還沒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在PDA上面做這樣的APP 那這樣做著做著做著也到2007年 我們發現公司這樣子成立了6年下來 我們的品牌好像沒什麼知名度 也一直都幫人家做代工 那這樣子到底該如何是好呢 到底我們執行長那時候就想說 到底我們要去不去現實 還是要追尋他的夢想 到底我們是要放棄呢 還是我們要有所改變 那剛好也就是在2007年這個時候一個機會來了 那機會其實等於天使地利人和 那我們公司在做的最有名的產品叫飛行巨院 其實全世界最早期有飛行巨院那個叫Bisney Bisney客員 他在2001年的時候在California的那個Bisney Lane 他裡面有一個叫做Solarly Over California 他是全世界第一座的飛行巨院 那他當時他們也把這些專頁寫得非常非常完整 以至於就是2001年到2007年這一段期間 都沒有第二座飛行巨院在全世界這樣的地方 帶得出來 那當時呢 剛好高雄的一手集團的創辦人 林一守先生 當時他們希望能夠打造一大遊樂園 也就是現在的一大世界 當時他去加州考察的時候 發現這套設備非常非常的不錯 他希望把這樣子的設備帶回到台灣 那他去洽詢的結果發現 迪士尼他有種專利 然後第二個他不願意買 第三個他即便探到的價格也是足以讓他可以去帶一座主題樂園 後來就在一個賣 跟他有生意網牌賣鐵砂的一個broker 跟他講說我記得好像高雄有一間公司他們會做幾個遊樂設備 那林一守先生也就找了我們公司的充滿人去 後來他們底下的同事說 老闆他們公司只是做手機樂園 你怎麼可能會做遊樂設備呢 那但是當時的林一守先生也 願意給我們的機會 請我們打造一台 那個 的Prototype給他們看 如果我們做得出來他們就願意下單 那我們當時我們公司也就把所有的資源都投入了 去做了轉變 做出了第一套Prototype 林一守先生搭完我們非常喜歡 那我們就開始實現我們的這樣的夢想 飛越台灣 那這個就是我們當時我們在品牌夢想實現的過程 包含了從大型的設備要進去 開始參與了一些建築的一些過程 那我們公司當初的同仁 很多用的都是美術同仁 這時候突然通話變工頭 那開始去監工啦 然後去安裝設備 那像各位可以看到在中間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做模擬設備的這樣一個載具 然後包含的椅子 包含的球目的工程 直到最後整個再一個飛行軍營的完成 那在這個創造夢想的過程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我們的品牌還是沒有辦法打得出去 因為你沒有一個實際的一個東西可以讓人家看到 那當這個設備完成之後 其實也就是我們機會來臨的時候 因為一大世界它蓋了很多的一些雲教飛車 那很多雲教飛車他們看到 為什麼台灣有一間廠商能夠做出這樣的設備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報名引建到了主題樂園的這個產業 我們開始參加參賽 那我們也因為這樣子我們開始飛出台灣了 這是實際第4子 那這座飛行巨猿它叫做飛行加拿大 它取代了全世界第一座的Inex巨猿 是在Google Cano Place的網路上 那這套設備也非常的成功 它我們公司也就正式的轉型成 就是做機板油的設備 過年代,人們都出現了最愚蠢的方法 去享受飛行巨猿 但他們經常失敗 作為孩子們,我相信我們都會有那種夢 在天上,我們會跳到天上 然後,我們會跳到鳥 在Trojan Technologies,我們都會成為這個夢 永遠想發展出一個 Abg遜的 從中的考慮,慢慢地 資料突然往日越來 從海洋下уш週末就提出了 我真正要失敗 我們有一個人完全有過頭的 我會推測任何歷史 我在海洋下宇 cars 飛行機 過赫飛行機 你會感到發生了 當海洋下宇 IRI is an experience that one doesn't normally get as a human being. The idea of the IRI is that it takes you into a position where you can see the world, much like Bird and much like Peter Pan. With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our engineers are brought to Lightmore Worlds First. IRI is the first one to use the 6th platform to create a spacecraft. There is a spaceisés with respect to different Explain and Unsure all sorts of relationships. The next涯 goes into anай returning to light of light, an 서� felt that the low one could serve China. High collector and nutrients should be in a safe and reliable by international patents as pre-stadelphia dabinos amazon. 那對於一些機構會有一些風景比較強的部分 我們就採用部鎖的機制 雜誌沒有打開,我們的展具跟母艦都出去 那另外在我們的遮罩上方裡面其實有兩個攝影機 可以隨時監控整個搭乘整個狀況 所以他前面的一個鏡頭的位置也動不到他後面的動作的呈現 所以设计师他必须要能够很巧妙地去掌握这个部分 自从认为我们是铁蛋油垃圾费这样子的supire之后 我们开始focus在两大市场 第一个是主题乐园市场 其实这个市场相对来讲在全世界来讲 它是比银行界还要封闭的一个产业 因为基本上他们这里面的公司少着七八十年 年纪稍微长一点大概都一两百年的公司 那以智威目前在所谓铁蛋油垃圾的占有率来讲的话 智威现在在高阶市场的占有率已经达到四成 目前可以说是全世界可以排到前一前的 但是铁蛋油垃圾的整个覆盖率来讲还是比较低的 因为大家到主题乐园区的话 大部分可能看到还是像是那种比较飞车啊 或是什么卡特别亚这种户外的这样一个设备 那我们也认为就是说主题乐园也开始慢慢在改变 包含像比斯尼他去年开了阿凡大 他就结了许多的室内这样的设备去做打造 也就是说这样子这样的形态也开始慢慢的改变 那智威也因为前面前几年这样子一个努力打进高阶市场以后 其实我们塑造了一个品牌的优势 也就是说做飞行巨员来讲的话 以全世界来讲大部分就是会找到智威来 那我们也开始就是希望能够透过 因为我们的设备其实不是可以一个设备 我们设备目前飞行巨员来讲的话是全世界最贵的飞行巨员 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的稳定性够高 我们的整体的效益是非常好 所以相对来讲在主题乐园的这样的业务 他们的口碑已经选择开来 也就是认定了Brogen这样的一个品牌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推展所谓的中低阶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 我们能够辩计的覆益就能够透过品牌的这样的优势 然后生自然开来这样 那怎么说呢 因为像智威人像去年 去年欧洲的市场来讲的话 整个欧洲一年下来开了四个飞行巨员 那其中有三个是由智威这边所提供的 那这四个飞行巨员有三个是在主题乐园 那其中有两个 第一个是 其中两个是智威说的 一个是那个德国 德国境内最大的主题公益叫Europop 那第二个是在西班牙的 他叫Pudabin Turopop 那这两个主题乐园在去年也被途选完 欧洲第一跟第二的主题乐园 那智威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让品牌的优势能够通过 结合当地的这样子一个策略联盟 和这样的方式的大件 那在 在所谓的设备大奖的部分的话 智威的设备也被评选为第一名跟第八名 那第一名就是德国的设备 那德国他也是买了两套的战略飞行巨岩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法拉利乐园 在西班牙法拉利乐园 它里面的战略飞行巨岩也被评选第八名 那当然当时法拉利的业主看到这个结果 是又来跟我们老板抱怨 说奇怪 你卖给德国人的东西从第一名 卖给我们只有第八名 那我们老板也很迷 我们卖的东西都一模一样 那只是因为那个主题不仅打造的不同 然后有很多所差别 那不过 因为德国人来讲 其实更特别的是说 因为这个主题乐园 Eropa Park 他本身他的公司也是有了设备制造商 他整个主题乐园90%是他们自己德国人制制 所以当他要下订单 下到智威的时候 其实他的父亲是很confused 所以总会跑到 跑到亚洲去找到一个台湾 提供美国人的地方去买这样的飞行剧院 但是他父亲在这个飞行剧院开幕以后 让他也对了台湾有不一样的一个看法跟想法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设备 不但获得了当年的最佳的游乐设备之外 而且让他在短短的半年之内 累积了超过200万的达成仁慈 那他的营业事件 一般来讲 像欧洲这种主题乐园 他通常差不多10月底之后 因为冬天的关系 他晚上 晚上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他的官员 但是因为这样的游乐设备 让他去 他的营业模式也改变 他变成有所谓的 星光秀 他也还有夜店在这里 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来 那这样的飞行剧院延长到半夜凌晨 两点都还继续在播放 那我们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跟德国在一个街头 我们也在想说 我们的品牌怎么样 能够再让更多主题乐园的业界 能够看到 因此我们跟德国人 德国的这样的业组织合作 和我们 拍了一个小短片 在各个展场上去录出 比如说 让台湾制造这样子的印象 跟德国制造的这样的印象 是站在同一条运线上的 是带国人的 就是带国人的 带国人的 是带国人的 码经测 这一年 在辞职 好,那講完了主題樂園市場 其實我們公司在focus的在另外一個市場 是所謂的國際旅遊市場 大家可能會很confused 你請問主題樂園的設備怎麼跑到旅遊市場去 那其實呢,我們在非洲相當那樣的一個 成功案例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佐證 它是一個 這樣一個設備放在旅遊市場是一個很有名很特別 它是一個很新又被大家接受的一種旅遊模式 那簡單來講,整個旅遊市場其實是一直在廣播發展 包含了所謂的國際觀光客 它每年大概可以漲近12億的觀光人池 那國內的觀光也就是懂Masic Travel 這樣的一個方式也是累積超過50到60億 那其實這個人數絕大部分 特別是像是在中國大附近 美國文,然後還有美國的美國 這樣的一個國內觀光是相對來講是比較刀人 那我們就拿非洲加拿大這個案例來講 其實我們成功的把IMSGA重新改造成Final Canada之後 它也被旅遊網站取得一個Visor 被聘選完就是休閒娛樂的這樣一個category 你是Rate No.1 就是你要找這樣好玩的設備的話 第一個他們推薦就出來,我天啊 那它是2013年6月 算是差不多7月正式開幕 它大概在2年左右就達到了100萬的大成人質 那也是在4年就累積了200萬 它一張文票收穫的是快加幣 它整個總投資來講它花了1600萬的加幣 就是說它大概在3年之內它就達到Break England 更特別的是這個原本它是兩個加拿大律師 它跟我們合作去做了在一個飛行劇院之後 這個劇院被美國的上市公司Visor所併購 它用6800萬的加幣把它併購成 它這個整個旅遊集團它一個重要的一個點 也就是說它這樣子一個飛行的劇院 能夠解惡其他hotel其他旅遊線的這樣一個方式 所以這樣子一個飛行劇院在旅遊市場慢慢開始被接受了 包含像Veer美國 這個是在美國的Minneapolis 在Mall from America裡面 那它比較特別 它這個主要的觀眾主要是Donate State 就是包含像芝加哥 就附近州的一些夜軍會到這個地方來 那這個也是全世界 我們也是成為全亞洲第一家 通過Ulo現場評估認證的一個遊樂設備 那這個設備另外一個這個點 會拿出來其實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個案子也有受到政府的一個補助 我們在這邊做了所謂的品牌行銷 也就是體驗行銷 我們邀請了很多的我們潛在的國家到了這個地方 跟我們一起參加一個這樣的幾天的party 然後我們去分享說 你怎麼這樣去做飛行機局員 怎麼去讓那個點能夠更好 那也吸引了滿多的我們在外面 因為這樣的案子我們接下來包含像德國 我們就很順利的就完成了西班牙和蘭 那這個點是今年2月正式開幕 它是去年10月是opening 那這個點在開幕前的時候也還滿正的 就剛好那個客市長他到公眾去考察 所以剛好又到這個點去考察 那這個點是我們公司有投入投資的一個飛行機員 那它這個點就坐落在荷蘭的 荷蘭阿姆斯特南中央活動站的對岸 那這個對岸的這個 這個點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I-FMGM 那這個是原本客臺基隆的總部 那後來改成那個文創一個中心 然後包含像雨色也都在這裡 那我們那個點叫This is Holland 它就在這個旁邊 那這裡是渡船碼頭 它每3到5分鐘會有免費的渡船 接迫中央活動站的一些旅客到這個地方來 那即便是半夜它也差不多10分鐘會有一個半夜 就是說這樣子一個點變成是很多觀光客他願意去看的地方 那下面一個影片也可以介紹一下 就是你那時候開國的一個身後 這個是全程講荷蘭語 那我是聽不是很懂嗎 不過這個影片呢 我們包含就是有跟我們在地的合作 所以我們一起跟俄蘭的太國人一起來 在這陣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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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陣子裡的太國人都可以來 在這陣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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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個目的地方 這就是很厲害,這就是個冰箱 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像是我們所有的謊話 這就是我們在某些旅遊中的生活 我們在某些旅遊中的生活中間 如果我們與我們合作的建築方法 我們也會做建議社會 我們在亞洲社會建築新的世界 其實有時候還是會面臨到一些 前面上的一些困難 那我們就透過在一個結合的方式 也讓台灣的這樣的品牌 能夠在過美地區的看見 那另外呢 我們自己在自己的公司的廠房旁邊 也成立了所謂I-Rite體驗的程度 因為過去以來 我們在形容 I-Rite訓練是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到我們公司的時候 大家就眼睛睜的 大家就跟各位這樣講 真的大家也不知道我們公司在做什麼 其實我們就做了在一個實際的體驗中 我們讓來訪 來我們公司訪問的客戶也好 或者是附近的居民也好 他們可以透過在一個體驗的方式 能夠感受到飛行軍員是什麼 那當然我們的飛行軍員 就是能夠涵帶的商品也越來越多 包含我們結合了很多的 我們自製的一些contact 我經營過一位 我們從未來的 我們有幾次運動作 還有很多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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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